图为遭遇袭击的阿联酋邮轮 近日 据媒体报道 阿联酋海域发生了邮轮遭袭事件 沙克指责是伊朗支援的武装分子 策划了这一系列行动 对此 中东大批国家齐聚一堂 召开了两场峰会 商讨对伊朗动武后的战略 伊朗称此举无法原谅 随着美军对伊朗的持续施压 海湾国家也纷纷站队 中东大国沙特更是邀请了大批小弟开会 主动商讨伊朗抗战后的对策 帮美军解决了后顾之忧 对此俄罗斯警告称 此举非常危险 图为遭遇袭击的阿联酋邮轮 此前 美军和伊朗的对峙 已经发展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美军大量战舰 涌入波斯湾附近 与伊朗导弹部队遥遥对峙 而在半个月前 波斯湾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袭击事件 五六艘邮轮在阿联酋港口内 遭遇了不明组织的袭击 其中几艘蛀炷火 一艘轻微损伤 但好在没有人员伤亡和原油泄露 而在这次事件的一星期后 沙特境内的一条输油管道迸战 遭遇武装无人机攻击 受损轻微 图为叶门胡赛武装 虽然位于叶门的胡赛武装 发表宣告称 这两起袭击都是他们所为 但沙特坚持认为 其实是伊朗借胡赛之手进行的袭击 这让伊朗和沙特的关系极度弱化 而在美军切断伊朗石油出口后 伊朗很可能会在与美军的战斗中 趁乱打击沙特等国的石油设施 借机扰乱石油市场 此次沙特召开的紧急峰会 就是为了讨论在伊朗真的与美国开战后 沙特等国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问题 看上去伊朗与美国开战 沙特等国做关虎斗即可 甚至还能在国际油价因此波动时获利 但情况其实并不这么简单 伊朗身为主要产油国 对石油市场的把控能力也很强 而石油价格动荡 是伊朗面对美国时手中仅有的几张底牌之一 因此一旦战况超出伊朗的预料 伊朗就很可能采用搅乱石油市场的方式 给美国和他的盟国造成损伤 进而促进双方停战 图为伊朗导弹 在前段时间 美国就已经切断伊朗的对外石油贸易了 现在的伊朗石油市场份额已经大幅下降 对市场的操作能力降低了很多 那么搅动市场的一个好办法 就是扰乱附近其他产油国的石油生产 这两次针对阿联酋和沙特的袭击事件 就可以看作是伊朗对此战略的一次预演 观察在周边产油国遭遇攻击后 市场会产生多大的反馈 掌握相关规律 进而在实战中应用这种战术 目前的海湾国家中除去伊朗 就只有沙特一个军力和石油产量都很高的国家了 这就让沙特在开战后 遭遇伊朗攻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所以沙特台籍匆匆的召开峰会商讨对策 不过伊朗军队的经验远比沙特丰富 单靠他自己难以抵御伊朗的袭击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留给美军去解决 如果整个研究应用还是要留意